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在这里呢 严正声明一下 我们企业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经过我们的调查 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就是 厚实沟村生产的有机蔬菜 我绝不是推进 先生 先生 等等借我说 你谁啊 我是这个 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 孙光明 你来得正好 大家看见了吗 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 孙光明 他也闻讯赶来了 不是 我 现在让他 针对这个事件 给大家来个公开交代 来 请 孙书记 请问您如何解释 此次复械事件 孙书记 后石沟村村委会 会和张总一起承担 此次复械事件的责任吗 请问孙书记 张子昊先生说 是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 导致了集体复械的事件 请问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这个 在这儿啊 首先我代表后石沟村 做以下严正生命 众所说 四十年都定上去了 这个时候我表现这些 该表现的人是你吧 调查人事件 你是主任这个说法 但是现在张子昊先生 那蔬菜的事都是 你们老赵就在人管着 张子昊先生 在这个 对吧 调查认定出台之前 就擅自单方面 把这次复械事件的责任 推到我们后石沟村的 有机蔬菜上头 我认为这样 非常不妥 所以我请 张先生能够收回这个言论 并且担任媒体进行澄清 对吧 不过来了 怎么还不来啊 你们家新帽什么情况 君子兰连锁酒店 是我精心打造的 一个酒店品 开业酒会上 我上个厕所 你在这儿听一下 我们当然要紧急自查 调查的结果就是 后市沟村的有机蔬菜 是此次腹泻事件的罪魁祸首 我凭什么要收回我的话呢 那 我要再加一条声明了 张子昊先生 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已经并且还在继续 对你们这些媒体 传播我们后市沟村的 负面消息 对我们的声誉 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们保留对张子昊先生 追责的权利 那我也追加声明去 后市沟村生产的冒牌 有机蔬菜 已经对我的生意和商誉 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和影响 我要对你们村儿 进行巨额索赔 来了 金马 四姊 那个张恒昊啊 这个大嘴子 到了所有街上边 把什么都说了 我觉得这个 咱村儿的菜这个事 可能要出问题 所以要不要跟李建安闹 你们大家伙商量商量 你先说二哥他怎么说的呀 二婶现在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吗 我好意思打扰我二叔吗 你看 要不要我们先别 进门 别什么 你说二哥他怎么说的呀 我好安排事啊 别给我打电话了啊 不需要的 什么呀 进门了 别让有人了 谁打电话的 贷款公司 心机给贷款公司总给你打电话 这问你借不借钱 这咋也不需要 什么 孙叔一个人在拍本呢 那你知道 我就陪 各位媒体的同志 各位家属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会对这次腹泻事件 进行严格调查 我们会尽快把结果调查出来 公之于众 要尽快给我们一个调查成果吧 尽快 尽快 我们一天回去啊 放心 我们肯定会负责的啊 一定会负责的啊 一定会负责的啊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 好 嗯 谢谢啊 一定认真尝啊 孙叔姐 看你刚刚跟张紫浩怼的口感设置 来 喝口水 谢谢啊 好 孙叔姐 你看 这是什么 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我偷偷溜进了值班室 然后换上了这个护士服 跑进那个急诊室 帮您大谈提琴啊 没看出来你挺机灵的 那是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依依 依依今天啊 要带大家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什么任务呢 就是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君子兰酒店腹泻时间的患者 你们还没有见过吧 你是 跟我走 一边拍一边直播啊 对啊 我是专业的 叔啊 你觉得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就是感觉心体 有点发虚 那您多喝热水啊 好 孙叔姐 你这么愁眉苦脸的干嘛 患者只是拉肚子 小案子 没什么问题 什么小案子 如果说真的是 后市高村的有机菜 导致了这次浮现时间 那麻烦就大了 大不了就赔点医药费 没事的 你知不知道有机菜 是后市高村的支柱产业 如果真是因为这个 你整个村子就都弯了 都垮了 这么严重吗 至于吗 连声谢谢都没有 什么人呢这是 奇怪 周月二姐今天才忙呢 东西别烂了 检查啊 月蓝 孙哥 好 那个 能耽误你两分钟 跟你聊两句吗 那 姐 我先把东西放车上去吧 月蓝哥 你说吧 什么事 今天我第一天上任 就胖着这事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你报道的时候 能不能留点情面 是 我追踪的 是热点事件 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 好像没什么留不留情面的 行 只要你能保证的是 客观公正报道就行 你在质疑我的职业操手 没有 我就有点担心 因为我今天发现张子昊 看起来香港公子 其实挺精明的 我老是觉得他今天 是有点故意地想借着这个事件 扩大影响 产生轰动效应 给他的君子兰酒店做广告 当然 这个事件可能也会让你的栏目 人气大增 可是 孙光明 我的栏目人气是一般 你可以看不起 但是我告诉你 我报道张子昊 不是为了追求什么 轰动效应 我是在寻找事情的真相 我没看不起你的栏目 我说了我就有点担忧 我是担心你别让他给你误导了 我怎么就被他给误导了 你说清楚 你看他在那儿 一口一个我们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 导致了这次腹泻事件 说我们的有机蔬是冒牌有机蔬 有毒蔬菜 有害蔬菜 你就这么任由他说吗 他是这次腹泻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他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难道你没发表自己的观点吗 你看你看你看 原来不是我说你 你还是跟原来一样 容不得别人对你的工作 提出半点意见 你太自负了 我的工作我当然自负 难道你做菜不自负吗 换成我对你做菜指指点点 你能容得下吗 我当然能容啊 别人对我提出任何意见 我都能接受 我很谦虚的 不是你说我的菜 我的菜怎么了 我菜有什么问题 难吃 是不是问题 你说具体点 色香味形 哪有问题 你做的菜 就跟你的人的性格一样 表面上追求精致追求完美 其实就是装强做事虚伪矫情 原来你要这么说就 就没意思了啊 我怎么虚伪 我怎么装强做事 当初咱俩说好结婚了 我可是一大早 拿着户口本 到民政局门口去等你 谁没来 是你没来 你现在说我虚伪我矫情 我分析过你逃婚的 你不外乎两点 第一 你可能真的恐怖 但第二点 我想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嘛 你太爱你自己了 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点点空间 跟对方生活在一起 不是吗 你说出来啊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你站住 你今天必须把我说清楚 咱俩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说不着 这是你未婚妻吧 她叫月兰对吧 我跟你说 我看过她的栏目的 她的主持风格啊 过于严肃 思路偏于传统 不过这点跟你 还是很像的 你神经病吧 你 你躲我后边 偷听我们说话 然而又拿偷听的那种 对我来贫头论足是吗 没有啊 宋主席 是这样的 我是想告诉你 我工作到现在 我一口饭都没吃 我快要饿死了 我跟你们签代言合同的时候 可能说好了 我工作期间的所有食素 由贵层提高 你还有脸吃啊你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是饿的话 我奶奶说的 你得吃饭对吧 你没有饭吃 那你不就饿了吗 先让您的手吃得好 谢谢 这真的很好吃 不好吃吗 不好吃吗 太难吃了 我告诉你啊 这在路边摊里面 已经算很好吃了 你别这么挑剂 怪不得越来说你矫情 老板 走吧 先生您 我要个辣炒花杆 好的 您稍等 我自己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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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好吃了 孙叔姐 你哪儿学的手艺啊 这海鲜啊 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味 爆炒的时间火候 要是掌握的分秒不差 才能把这个海鲜的鲜味 准确地给烘托出来 这里面还有一股 特别的辣香 没错 辣椒也不能过 不能遮过海鲜的原味呢 孙叔姐 你一定是第一书记里面 最会做的一道 好好吃你的吧 这么能喝啊 其实我骗人家从来不喝点 但是第一天上任就碰到这种事 我得玩玩 理解 头天上任嘛 真倒霉就碰到这种事 你查过星座没有 最近是不是水腻啊 你有点证据没有 你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孙叔姐 徐老师 你们跟这儿吃了 那个黎主任没跟你一块吃啊 他回村子里了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回来吧 那又能怎么地啊 不能怎么地 四 四姐 是不是在开小会呢 我跟你说 赶紧解散 理解俺马上就抖村了 金宝 你头工报信晚了 我现在不再进村了 而且还在你这个小会上 放心吧 张美芳 你老公可以啊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是老赵家安插在村委会的卧底呀 卧底 卧什么底呀 你别战区看多了吧 听话怎么办啊 你们都可以啊 白天打横幅罢免我 晚上开小会商量对策 就是真的要撕破脸跟我对着干吗 你们不就是不服我这个外星人 当了村主任吗 不就是想你们赵姓的人上 来了 现在就换 这要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都听见了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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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去 我什么都没说 但人张子昊说了 就是咱们厚石沟村的有机蔬菜 撂翻了那十几个人 人家说了 咱们种的是冒牌有机蔬菜 是毒蔬菜 这些菜谁种的 你们哪 白天我当着人家孙书记的面 我给足你们面子了 没接你们的老底吧 现在先不说 张子昊说的那些东西 最后能不能得到查实 那张子昊谁啊 西海市的首富 他村子 他会善罢甘休吗 一天天哪 还罢免我 不就是想推赵姓龙吗 那赵姓龙又是谁啊 赵姓龙是咱们 蔬菜的总技术师 这个事一出 他能脱掉了甘休 别忘了 姓龙还是你的妹夫呢 他还是赵姓山的亲儿子呢 你怎么不说啊 我告诉你们啊 如果有一天 咱们村的蔬菜叶垮了 就只能靠煎饼合作社 想想跟着谁能填饱肚子 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陆乖姐 我想问你点事 你得跟我实话实说啊 您 您说 我今天刚进村 又碰到那个赵玉玺 打出了罢免李静安主任的条幅 是吧 你能跟我说说 这里边的事吗 这个具体的呀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就是猜测啊 这个玉玺啊 跟李主任之间啊 有个人矛盾 关键玉玺这个人吧 他这个做事风格就是太冲动 我看这不是个人冲动吗 他身后占了那一大帮村民呢 是啊 李主任身后也占了一帮人 两边都快打起来了 你当我们瞎子啊 孙书记还是这个名言人 徐老师也是观察得非常仔细啊 那 那 那这样 那我就是把厚实厚村的这个情况 我简单地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说 我们这个厚实厚村啊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建立了基本的政治格局 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 你咋不说秦朝呢 你别吹了好吗 这个我是真的不吹 赵氏的祖父上在这儿写着呢 你说 你说 八九百年前 是赵姓的村民 先定居的厚实厚村 后来陆陆续续地来了 好多这个杂姓村民 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来讲 赵姓村民 在后石沟村的这个政治舞台上 占有绝对的主导地面 从那个封建的宋元明清 一直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 到那个辛亥革命 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 经过了大革命时期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 包括新中国城立后 直到李建安的哥哥李建平 当选了村主任 到后来李建安也竞选成功 这样 杂姓村民 才从赵姓村民的手里 都把这个大拳 躲回来 所以我们这个后石沟村 现在有两股政治势力 第一股 赵姓村民 依托的呢 是有机蔬菜 另外一股 这就是杂姓村民 依托的是这个煎饼业 你这么说我有点明白了 那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 想要罢免李建安主任的 就是这个 赵姓村民这一派 那你能跟我说说 他们为什么要罢免李建安呢 不清楚 但是我猜测啊 可能是因为李主任这个工作上啊 还是有一些疏忽 可能影响到我们后石沟村的发展了 那赵姓村民这一派 他们自己满意 他们自己中意的这个 未来村主任的候选人 是不是就是那个大条幅的赵玉席 不是 是不是 他不是 我跟你讲啊 赵玉席小名四席 你别看他那个年龄小个子不高啊 但是在村里的辈分 他仅次于二叔赵玉山 任按辈分来说我得叫他拔叔啊 但是他吧 就冲在前面拔呛游的 其实呢 这个 赵姓村民啊 从心里真的想推举的 是赵玉山的儿子 就是咱们这个蔬菜的总技师 赵玉席 那冯会计 你站哪边呢 孙 孙叔姐 我呀 说句实话 我哪边都不站 真的 我 我给你讲个事你就明白了 我媳妇赵玉席 就是给你贴赵玉席这个 她姓赵玉 我呢 跟那个刘富贵 我们俩是倒产门女婿 是属于杂性 所以我这个角色吧非常尴尬 我哪边都不站 所以非要硬要给我贴个标签的话 我觉得 我可能也就是这个 中立派 和谐派 我看你像七强派 经过对君子兰酒店后厨的彻业调查 我们发现 酒店后厨使用的其余食材 均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标准 只有在少量的蔬菜上 发现了农药残留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 这些农药残留和蔬菜 制作成的生菜沙拉 是导致这次集体复泄的主要原因 至于具体责任认定和处理办法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调查 谢谢大家 请问张子浩先生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金子兰酒店的这个开业酒会上 所采用的全部蔬菜 都是由后市沟村提供的有机蔬菜 既然剩余蔬菜上已经检查出 有农药的残留 那么责任肯定是后市沟村一方 这是我们君子兰酒店 与后市沟村出赛合作社 签订的供合合同 我现在正式宣布 终止合同 并且 我要求后市沟村 向我及君子兰酒店 公开道歉及赔偿 同时 我也保留对后市沟村 提起司法诉讼的权 谢谢 宋光明书记 您代表后市沟村 对张子浩先生提出的诉求 有何回应呢 那个 首先我代表后市沟村 在这儿还是要做出声明 我们首先会对我们的蔬菜 进行自查 厘清事实 并且发现问题究竟在哪儿 然后我们会向社会公众 包括张子浩先生本人 做出一个答复 新龙 怎么回事啊 新龙 新龙 那个 电视里说的那个农药蔬菜 是怎么回事啊 那咋还闹到吃官司啊 我哪里知道 你是蔬菜合作社的总记事 咱们村药真出了农药 那责任是你要负啊 张子浩他 那手机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瞎猜了 咱们村的蔬菜怎么可能出问题啊 眼馋咱们的菜卖得好 现在市场上冒杂牌子的菜 多少去了 一定是张子浩的酒店 用了冒牌的有机餐 别瞎猜 怎么可能呢 二叔 有机餐 一行 你不是 你不是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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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不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 人不来什么都知道 我在门口的时候 人家记者都采访我了 说你们村为啥出现 这个农药蔬菜的事 我说我不知道啊 这个事得问赵新龙啊 他负责蔬菜这块 而且他人就在住院部啊 你们去找他呀 这李主任就是这点 虽然赵新龙是他妹夫 但是他大义灭亲呢 我是为我自己吗 我为你点赞呢 那用不着 行了行了 你俩别吵了 行吧 那还行事不够大 那走吧 赶紧去住院部找他 赵新龙 老八儿 杨恩你醒醒 不 不 老八儿 死 别吵 别吵 老八儿 杨 你别吵 我心龙不孝啊 娘 我也不孝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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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快说 娘 请问 张欣龙在吗 我是电视台的剧友 想采访一下后食沟村 蔬菜合作社总济师赵新龙 请问他在吗 你们是 想采访一下赵新龙 出去 对不起 你 不能让人安心地走啊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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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叔姐 你看 我的直播视频啊 点击量上百万了 我要红了 刚刚有好多网站和电视台 都在用我的视频 我 唯一 让你来是来做危机公关的 不是让你来捣乱的 你看你拨的这是什么呀 你火上浇油啊你 你别解雇了 你去找那个冯冯 冯会计 结一天天仗 孙叔姐 不能这样 我才工作第二天 你不能单方面私会合约的 我倒是太激动了 你让我有补救的机会好不好 我好好补救 我一定好好录 好 喂 你好 我是市委办罗秘书 经慎重考虑 市里决定从相关智能部门 抽调人许 接替你后市构森第一书记职务 希望你能够理解 并配合好工作一家 记住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物小事 余书记 您放心吧 回去之后 我们会马上处理的 好 再见 那我先走 余书记 你是 我是孙光明 就是 您准备调换回来的后市构森第一书记 才上任一天那个 接到通知了 接到了 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决定 所以我才专门跑过来 想跟您说说 余 余书记 您给我五分钟 五分钟时间就行 好吧 进来吧 好吧 进来吧 孙光明啊 你的情况呢 我了解过了 本来你心里呢 是不愿意去的 对吧 那么现在把你调回来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是 余书记 我不否认 报社刚把我 推选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是不太舒服 不太愿意去 可我最终还是去了呀 今天在医院 我已经当着 这个媒体啊 我也都说了 我是后市沟村 新任的第一书记 这 这 这第一天 您就说要把我换回来 这 这这不是打我脸吗 后市沟村出现了农药蔬菜事件 应该派一个更有能力 更有经验的人 去处理这种突发事件 第一书记 首先要对全村的村民负责 无关于个人的脸面 市任最重要 是 是 是 我这个人 面子思想是有点重 可是余书记 这第一天您就要把我换回来 这决定做的是不是也有点太草率了 你是说 是为草率 不不 也 也不全是 我 我就说 不能这么简单的断定我 就不试任 我知道 您 您把我换回来 这也是 组织爱护我 想保护我 孙光明啊 你还算有点辞职之明 换掉你那着实考虑的你的经历 卫师编辑 首席士兵家 管理管理报社 写写美食评论 做菜系 但是 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 你们有经验 对不对 是 这我确实没什么经验 好 那就这样吧 别别别 余书记 您 您 您再给我一分钟时间 就一分钟 好 算吧 这个 您看啊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经验都是在实践当中获得的 也没有哪条规律 他就说明 一个编辑他当不了好村官啊 您看 这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苏东坡 是吧 苏东坡他也是个美食家 厨艺大师 那东坡若不就怪了他名下吗 那可是 他为官 他也是 这个成绩斐然啊 你这是 给我上课 不不 那我不敢 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理 当然 您要不让我说 那我也只能服从 谁让您是领导的 您小子别拿这话来读我 那看几点了 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那我 那我陪您去吃 您还没完啦 不是 我是说 您吃饭 就不耽误您听嘛 我 我再跟您说几句 对 于书记 对不住 您这没吃饭了吧 可我们这厨师都回家午休了 您看要不 我上外边给您点点吃的吧 别 您就给我煮碗面吧 好嘞 别别别别 于书记 要不 我给您炒两菜 您尝尝 好 让我来尝尝你这个 美食大V的手艺 好好好 都还有什么食材啊 现在 就冲点青椒鞋子和火腿肠嘛 来 于书记 好 来 于书记 您尝尝 好 我尝尝 好 来 于书记 好 满口的青椒鞋了 很好 那您再尝尝这个 好嘞 那您再尝尝这个 我尝尝这个 先喝了 这个也不错 哎 孙光明 这个不是用火腿肠做的吗 怎么光看见茄子 没看见火腿肠呢 厨师这行里 外行看缺什么 内行看有什么 嗯 我 我我 我这话不是针对您啊 好 给我讲讲 什么叫 内行看看有什么 是这样 有一样食材呢 就可以做出两三样的菜 有两样食材呢 就可以做出一桌丰盛的菜 咱们今天有三样食材 这就不是有而是丰富了 这个食材有了呢 就看厨师有没有了 还真有点门道啊 所以啊 于书记 我觉得这个迪书记啊 我能胜任 给我两条理由 好 第一 我做菜这个手艺啊 是我爷爷教我的 我爷爷从小就跟我说过 好厨子永远不缺食客 缺的是好食材 所以我对后市沟村这个 盛产好食材的地方有好感 我感兴趣 我们派的是第一书记 不是厨师 您听我说完啊 您看 这次后市沟村的有机蔬菜 出现了君子兰事件 那么后市沟村的有机蔬菜 出现滞销 这是必然的 可是我呢 我对咱们西海市 几乎所有的酒店饭店 我都熟 我可以为后市沟村有机蔬菜 重新上市 可以想很多办法 这算一条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刚才在您办公室我说了 自古以来 好的厨师跟当官 有这密不可分的关系 苏东坡 苏东坡做的一手好菜 但也当了一个特别好的官 所以我觉得我能上任 再说了 不管怎么样 您也总得给我点时间 让我证明一下吧 你参加了市里统一办的 第一书记下乡培训班吗 我参加了呀 做了多少次的笔记 笔记我倒没怎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光认真仔细听讲了呀 而且 我也不能靠那个笔记 去指导我去村里的工作了 谈教条了 但是三天听下来 第一书记下乡的任务精髓 我完全领会了 就是促党剑 抓扶贫 乡存振兴 说白了就是 办难事 办实事 办好事嘛 是吧 行了 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孙光明啊 通过今天的接触 我对你有些了解 有傲气 不服输 能说会道 懂得应变 谢谢领导夸奖 但是呢 嘴上说起来容易 真正做起来就难了 要不这样了 咱们呢就以这次 处理农药 蔬菜 来看你的表现 处理好了 留下 处理不好 换人 行 谢谢余书记 谢谢组织给机会 徐卫一啊 我孙光明 你现在去医院 带上那个 笔尖和冯进宝 马上回村 咱们一起开一个村委会 商量一下金子兰酒店 农药蔬菜问题的处理办法 行 那你怎么回去啊 你不用管我 我车修好了 我自己回去 你不是接到上针命的 要把你换掉吗 你回去干吗呀 换我 谁敢换我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还是厚石沟村的 第一书记 然后我现在 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 认真做好我 交代给你的工作 好 这个事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也不用多说了 现在呢 我们要集体来商量一下 如何面对和解决 处理这个事情 走了 你跟我说实话 我哥中猜他没他弄药 百分之一百保证没他 确定吗 你哥不是那样的人 于主任 你先说 我先说不太合适 这事一直是赵新龙在管 要不等他来了咱们再开会吧 他不来这会就不开了 现在的问题是 君子兰的张子浩 已经公开明确提出了 赔偿和道歉的要求 并且保留了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 而且刚才我回来路上 看到已经有酒店 打出了本店不出售 厚石沟村蔬菜的牌子 这说明后续的影响 已经在慢慢发酵 时间不等人 我们得马上着手处理 我想到一点 厚石沟村的有机菜 之前上市了这么久 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可是怎么就这么凑巧 就在张子浩的酒店里 出现了问题呢 是啊 为什么呢 我这刚才不一直就在问这个问题吗 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阴谋呢 有人故意要陷害厚石沟村 把这个打了农药的蔬菜 换到了我们厚石沟村的有机蔬菜里面 导致这发生了后面的一系列的事件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觉得徐老师这个分析啊 这个阴谋论的分析啊 还是非常准确的 他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 都给总结和归纳了 但是就是 那背后的这个主使是谁呢 我觉得啊 这个幕后主使 他就是 张子浩 对对对 徐老师 你就名侦探科男啊 分析得太准确了 海棠 查查这个瞎包 跟南村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张子浩 好好查一下真的 好好查一下 好好查一下 徐老师 你给我坐下 干嘛呀 人家张子浩 用君子兰酒店的开业酒会 来陷害厚石沟村 这种杀敌一千 自损十万的破招 也就你这脑子能想得出来 我只是觉得有可能嘛 张子浩这个人啊 自以为了不起 特别高 我本来看他就觉得生气 无论如何 厚石沟村啊 不能屈服 不能认输 对不对 对对对 徐老师说得太好了 劲毛是不是 咱趴这瞎包 那天在电视 没看到我什么都跳到天上 对 这瞎包咱就得治 钱浩